我们又不是真夫妻 我说你少喝点 这酒上头 别又喝醉了 你是怕我 像之前在叫讽丝那样 喝多了乱说话吧 放心吧 我心里有事是喝不醉的 明日雨停之后 我派送你去广基院 把你和你妹妹的下落 告诉你娘和邱家其他人 邱家的规矩很多 就算是遇上下雨的天气 也要去给老太太请安 我记得有一天也像今天一样 雨大风急 大家都被凌晨落堂急 都聚在老太太的房间里 心里有气没出仨 三书三舍就当着老太太的面 吵了起来 四书也缠合进去 我当时听到他们吵吵闹闹的 心里真是烦透了 恨不得他们一夜之间 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才痛快 可如今他们都不在我身边 我反倒觉得这个世界上 空落落的 从小秋名最害怕打雷 在府里 遇上雷雨天都会跑到母亲的房间 才能睡着 刚到叫房司时 也下了这样的一场雨 她跑来找我 吓得直发抖 我嫌她柔弱弱弱的 一心想着 在叫房司这副模样可不行 就很下心没有管她 你放心吧 邱家的事情 我会管到底 我会让你的家人 早点回到你身边 吵嘴给你听 若是今次见面 我他们还能重逢的话 也算是幻念父亲 总该 有点长进 不会再吵架了吧 那也不一定 我们幻念更多 也不一点点少吵嘴 我们 又不是真父亲 我需要有点 不应酷 我可能اض amar 我已在胃里有点 他们在里面 我会的 deep 那就是 亲您的 揹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